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午11点40分 游览车在行经陶渊县平镇市中心路的时候突然起火燃烧 司机杨清友赶紧打开右车门让大家逃离 接着他要打开安全门 却因为间距太小 而且安全门把手年久失修 被繁锁卡住了 打不开 杨清友自己踢破了安全门的玻璃 先爬出车外 逃出车外的游览车小姐及黄嘉天老师去车子后面拿灭火器 但是没想到灭火器已经过期三年根本没用 车上的孩子们无法往前门逃生 又没有力气打破密闭式的窗户 只好缩在原地痛痛哀号 这个时候火势越来越大 林静娟老师先把手边的孩子送下车 再重回火场 不断地上车下车奋勇地救学生 在最后一刻 火势瞬间爆炸 还传出了爆炸声响 林静娟老师以肉身怀抱着四名学童葬身火场 据报赶到的消防队虽然紧急抢救 但火势足足烧了将近四十分钟 整辆车被烧得全毁 只剩下骨架 车上包挂了二十名学童 林静娟老师等等 总共二十三个人 全部被烧死 文迅赶到的家属 简直不敢相信 早上孩子还开开心心地出门 中午却被烧成了焦炭 晴天霹雳的噩耗 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喊 为什么 妈 您为什么要抢走我呢 为什么 我儿子那么可爱 好久前我女儿 她已经烧焦了 家属的眼泪流不尽 极度哀伤的同时 大家要查清楚谁是凶手 侥幸生还的孩子 同言同语地说出了当时的情况 检警立刻征讯司机杨清友 杨清友否认抽烟引发火烧车 在现场 他坦诚可能是因为改装的变压器负载过量 导致于老旧的电线断路走火 正当检警侦办的同时 罹难者家属的情绪从悲伤转为愤怒 大家要政府给个交代 大家都知道 这种日子 幼稚眼的学生参加游览 有这么糊涂的幼稚眼 小孩子死了 已经毕竟造成一个事实 所以我在这里跟各位报告 我们今天只有两个问题要谈 一个责任 一个善后 当时担任北市刑警大队副大队长的侯永宜 痛失独子 他强忍悲痛 也要找出事实的真相 因为英勇救人的林静娟老师 临死前怀中抱着的四个孩子 其中一个就是侯永宜的独子 侯乃威 是抱着烧死的 为了要把里头的小孩子给拿出来 手都要被摆断 罹难者家属们决定 要在七天之后以火化的方式处理遗体 没想到在灵堂祭拜的时候 却又让大家的情绪再度崩溃 就在一片哀气的气氛中 突然从供桌的前方 跟林静娟老师的临位下 冒出了浓烟和火舌 把铺拉掉 把铺拉掉 开心 掉锅开心 把铺烧掉 民国八十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八号 法院判处司机杨清友四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但是在隔年改判为四年定业 健康幼稚园的负责人吴文道 跟园长杨聪慧历经十二年 一直到民国九十三年更六胜 分别获判一年两个月 还有八个月缓刑的处分 他是恶意遗弃了这群孩子 今天法官是以这个业务过失致死 来判他的刑 所以我们觉得非常不服气 对罹难者家属们来说 判刑太轻 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记者现场一夜之间台北报道